在中复集团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中 有的人两面三刀灌回背后踩人 有的人表面战队却是随风倒的枪头草 这些人的好坏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立场更是十分鲜明的表现给了所有人 这就导致一旦自己跟错了人 那就是一容俱容一损俱损 所以这些人说是愚蠢也不为过 在所有人里却始终有一个人与众不同 他的立场从来都是中立 态度更是飘忽不定 那就是中复集团的党组书记张继英 对于齐本安这个宣传主任 张继英是看在眼里站在心里 旁人看来不懂编通的死板 在张继英这位强调连正经社的党组书记眼中 都是金子一般的赏光点 所以让这样的人去整顿京州中复十分合适 可是张继英却在李满江提出 让齐本安即刻上任的时候 表示让齐本安跑一趟缅甸找到汽车 这样看似无意的一句话 把齐本安上任的时间组组脱了一个月 这种本可以随便找个人去的事情 便安排了未来京州中复的董事长亲自去 实在有点舍不过去 非要找理由 那无非就是张继英对齐本安的保护 对于李满江在京州中复 开一言堂的行为 集团早已经盯上了他 李满江也说过去开始定的 是手红性和陆进社上任 现在总部突然只派齐本安 让李满江去齐虎南下 张继英这样一手做法 直接让齐本安错过了深水事故 这样也就理所应当的让齐本安上任 对外宣称就是要求齐本安到任京州 好好改改现在的风际 所以论起来 齐本安的上任 全都是这位党书记的助攻打得好 并且扶持了齐本安稍微吼的后续问题 张继英的处理也是十分有手的 在齐本安打算对京州中复 开始审计的时候 被李满江毫不分输的拦了下来 张继英就抓住了机会告诉徐长青 表示李满江这是怕外面的风言风语 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 却把李满江所有隐瞒这件事盯死了 这个女人的经验实在是十分老道 尤其是在陆建树被李满江反水之后 把李公权带到北京总部控制起来 并且试图向张继英告齐本安黑状的时候 张继英一句我自有我的判断 实在也是高明 这样有手段的人间清醒 能够暗中辅佐齐本安 李满江的论网看来是注定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